红着眼眶向志工和老师说出家中的困境 这位妈妈是双西巴鲁大米尔小学的学生家长 先生因为心脏病过世 留下他和四位孩子靠着福利金过活 此季马列奖分会今年首次推动奖学金计划 志工邀约淡小老师一起参与家访 借此更加了解学生的背景与家庭生活 一般上我们在学校所看到的 学生跟他家里是不一样的情况 所以希望说这样子的话 老师还有校长能够更了解他的学生 走入学生家庭才能发现他们的另一面 像这位学生曼达 除了在课业上表现良好 还会更迎小菜园 自己创造灌溉用具 孩子自利自爱的表现令人赞赏 透过这一次的家访 让老师更了解学生的家庭状况和学习进展 也让彼此之间多了一份善解和关怀 大爱新闻 何嘉元 梁尊敏 马来西亚 马六甲报道